- 東京總流橋 - 東京總流橋 - 我是鮑伯 -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都立川市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- 我是文 -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都立川市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- 帶大家來觀光這個有165公頃的超級巨大公園吧! - 位在立川市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- 從東京市中心過來車程大約30分鐘 - 公園占地165公頃 - 相當於6.3個大安森林公園 - 3.5個羅東運動公園 - 因為這個公園非常的巨大 - 所以大家都來這邊騎腳踏車 - 可以看到我身後租腳踏車的已經全數受慶了 - 本公園在1983年10月26日開放 - 以紀念昭和天王在位50周年 - 走得真的是蠻累的 - 買一個冰拉貼喝一下 - 咖啡福肉特拉 - 漂浮冰咖啡 - 感覺是蠻難喝的 - 但是這種地方買的就是將就一下 - 請問你的是什麼 - 這個是 - 飄浮冰番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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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吃一口啦,不要囉嗦 - 其實還好 - 因為番薯跟冰淇淋一樣 - 能夠做得爛也蠻厲害的 - 不錯不錯 - 只要做休息一下 - 我們繼續在公園裡面走走晃晃 - 看這邊 - 走還有一片花還可以看耶 - 這裡最為人知的就是十一月的銀杏大道 - 除此之外 - 春天時候也能夠賞櫻花以及油菜花 - 真的蠻微的齁 - 沒想到啊 - 在昭和紀念公園 - 竟然這樣輕易就找到這麼大一片的花海 - 巨大的公園裡面還有一個日式庭園 - 這邊可以參觀 - 這邊有一個很經典的日式庭園一定會有的 - 看出去非常的美麗 - 公園內還設有兒童森林與彩虹泳池 - 而且又能租借腳踏車 - 是個很適合親子同遊的公園 - 想走路的話也可以搭油園的小火車 - 走累的買一個串燒 - 乾杯 - 乾杯 - 耶 - 還不錯 - 還不錯 - 但有點贏 - 以上就是國營招合紀念公園的介紹 - 我是寶博 - 大家下次再見 - 掰掰 - 再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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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